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硬笔书法当中撇的写法 撇呢主要分为 这里我总共列举了有六种啊 其实呢算下来只有五种 平撇 斜撇 这是竖撇 这个呢是胡弯撇 还有这个呢蓝叶撇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种撇 平撇 平撇啊 学校当中有的老师教说这是横撇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横撇是这个笔画 横撇是这个笔画 所以说这个呢我更喜欢叫它为平撇 因为它比较平 那么看这个笔画怎么写呢 起笔要注意 也是先写点啊 先写右点 先写右点 然后呢注意这个角度啊 往右左下方平平的撇出去啊 撇出去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好 再看啊 撇出去 这个笔画呢会比较平 而且呢会相对来说比较直 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个一个角啊 这一个角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尖的 略微带一点点弧度啊 再演示一遍 切笔 斜点 平平的撇出去 这个是平撇的写法 那么再看斜撇 斜撇呢 其实分的话要分为 长切撇和短切撇 它们只是长度不一样 写法上面都差不多 这个地方也要借用右点的切笔方法啊 然后这个右边 左边啊 这个地方是尖的啊 但是不能写成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呢 这种笔啊叫鼠尾啊 就是这样像老鼠的尾巴 不饱满 不好看 那么写的时候呢 在前段部分 行笔都是比较慢的 到最后三分之一处 这一段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加快点速度 快速提笔写出去 看一下啊 切笔写点 撇 你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再快速的提笔写出去就好了 这是长切撇 短切撇呢 只是长度上比它短一点 切笔写点 那这就是短切撇的写法 好 再看啊 难度比较大的是这两个撇啊 竖撇 这两个撇呢 同为竖撇 但是它们有区别 第一个竖撇呢 它撇出去的幅度会比较小 而且比换了相对来说比较直 但是这个撇啊 它撇出去的会比较多 而且比较弯 那么这两种写法呢 这两种笔画的写法呢 有相同的地方 就是前段部分都是竖直的 后面的部分呢 再才撇出去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种竖直撇的写法 竖直撇 多用在写月亮的月的这个字上面啊 这种类型的字 看好 前面切笔 先写右点 切笔 好 写数 重到轻 再慢慢的重一点 然后呢 再撇出去 这个也不要像那个前面提到这种鼠尾的写法 不要写这样子 竖下来就啊 这样子不行 这太长了 应该是切笔重到轻 轻到重 然后呢 再撇出去 这样子呢 笔画比较饱满 那么再看这个弧弯匹啊 不就那个树弯匹啊 树弯匹啊 一般出现在像天空的天 丈夫的夫 这种类型的字当中 撇出去的弧度比较大 看好 切笔 然后写右点 重到轻 轻到重 然后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到这个地方 由轻到重的时候 就要开始慢慢的往左下方撇出去了 撇出去 然后这样子的 这个呢 相对出风的角度有点偏平啊 看一下 切 重到轻 轻到重 然后呢 再撇出去 这个样子的弯度比较大 那么这种呢 这种撇啊 叫弧弯匹 弧弯匹的 它的写法和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斜撇的写法 其实很相似 只是呢 它的这个弧度啊 比这个弧度会大一些 这个斜撇呢 会略微的偏直一点 但是这个撇呢 它会比较弯 看一下啊 切 那比较弯 差不多是平着出风 那么这个撇 它是斜着差不多45度的角度出风 写这种撇啊 它一般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们写 横撇这个组合的时候 横 盾 这种组合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比较弯 好 最后一种撇呢 是蓝叶撇啊 蓝叶撇的是 这个笔画是两头肩中间重 这个笔画呢 有点难写 但是如果说你练过波浪线的练习啊 就我前面提到过的波浪线的练习 这种撇也很简单 那么这个齐笔啊 这个齐笔其实可以借用我前面讲的左点的齐笔方法 也是凌空齐笔啊 凌空齐笔 到这块呢 加重 逐渐加重 然后呢 到这块 逐渐变轻 撇出去就好了 我演示一下 看 从这边 凌空齐笔 凌空齐笔 重 到轻 凌空齐笔 重 到轻 两头会比较轻 中间比较重 这种呢 如果硬笔当中呢 也不用去特别的强求啊 一定要用这种撇 但在毛笔当中用这种撇比较多 这种撇的 一般用在哪个地方呢 一般写在场字头或者广字头这种类型的字当中 我们先试一个场字头的写法 和 好 这边呢 这个地方接笔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不易说连在一块了 连在一块 连在一块的话 这块会很死啊 不透气 你看 连在一块 就这个样子 这种不太好 所以在这块呢 处理为蓝叶品 不要连尖的 重 这样子连接比较好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